超市帮他日日赚 慎例打击假减价 減完还贵了?好划 见惯见熟 有那些先抬高的原价再减价 懒是划的骄客战招 我们的超市走转 他们的原价就像海鲜价 好像一罐梅林午餐肉 八佳慧康就一样价钱 但原价就 真是当香港人傻的吗? 有的,我发现他会抬高的售价 我自己身中有个厉害不贵得太厉害 不会因为他说特价了 觉得他真的便宜了很多 即是不信他 他抬高了的售价,减价给我 我不去买的 就是了,海关都不帮你 7月便会实施新收定的商品说明条例 说明牌上面的原价 要是减价前连续7天的价钱 執法时还会查你的电脑记录 摆明做下你的假减价 因为先加后减 可能属于误导性遗漏 可能违法 最高可以罚款50万和监禁5年 但度高一尺就魔高一丈 超市巴拳就不用原价这个名 我用建议零售价 又不用减价 我用特价和优惠价 那便不用与原价比较 当然是,变上骗人 可能都是另外一种骗人 是的,是另外一种手法 消委会就说海关提准这个修订 零售价应该尽量減 但我们做小市民的 也许是聪明一点 压多些架 MING PAO TORONTO